这当然是我们希望能够着急的对象之一 但是也许觉得他们有没有意愿 我们都会广泛地来说邀请过去从创党以来 参与时代力量非常深刻的认识 那在2024全局是确立为其次 让很多人认为是难以逆转的局势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 彻底归零的情况下 重新来过现在正式最好的契机 未来的三大六个月 启动二世创党机制重建的工程 有三件事情 第一个运用科学的方法 分析彻底检讨过去八年 时代力量到底为什么失败 不应该再重蹈覆车 第二个改造打雾系统 打造更有活力弹性的现代政党 第三重新厘清自己的定位 做好协力以及创业工作 二次创党是非常庞大艰辛的工程 充满的挑战却有无限的可能 决策委员愿意一起面对过去做不好的部分 同时更积极回忆 会努力证明时代力量 重新站稳脚步 理解台湾社会的期待 划成具体的作为 现有的经费数百万上下 于不当年底 从选完涌进来支持者募款 只是我觉得站稳脚步 让大家重新期待 号召更多的人 定期定额支持 实体党部 缩冰以及人事重整 保留下来的实体党部 包含中央党部 新竹县党部 新竹市党部 宜兰市党部 以及苗栖县党部 未来的党部运作及整并 更积极的讨论 中央党部局面中正区 先占用被党部的空间